都说这个盘扑朔迷离 怎么说呢 拉上去谁在拉的 但是撑了半场之后 又开始翻黑了 今天没有量 上下震荡一百六十多点 量只有两千六百九十九一 那来看看外资跟内资的态度如何 外资上个礼拜多单九个月以来 第一次转为空单 今天又回补回来了 今天进多单 整体下来有两千两百一十九口 可以吞下定心碗吗 但是期限选看起来 选择权今天还是持续 站在比较空的一方 昆仁解读一下 到底现在外资心态如何呢 好 如果就现在目前数据来看到的话 现在外资应该都是没有方向的方向 没有方向 对 就目前为止 它一样就是一个多空 这样去做分歧 可是我就一个大方向来说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 外资什么时候会在现货市场 然后转为买超 这个会对后续的行情 回稳它的帮助效果 OK 好 外资现货什么时候 翻多看台币了 那外资的个股 最近在做什么样的引动呢 关键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外资今天还在卖 卖什么 开发金台泥 连电印业大红海 大型股 中信金 玉山金 长荣 瑞炫 外资在卖什么逻辑 我认为大概应该 有点在回补空单的感觉 因为你看到今天它的一个 刚刚看到的期货 从空单又变成多单 所以它 藉由卖大型股来回补空单 而且当然有些公司也是有利空 例如像今天连电利空就是 成头自成要打折 对不对 还有包括长荣 这个上海集中降指数呢 又跌下来了 因为中国大陆的状况 好像真的不太好 所以大概可以这样解释 就是说 当然有些卖是有它的一个道理 在那有些还是因为说 它在补它的期货空单 好 所以除了在期货的空单 现在转为多单 在个股的部分看起来 也是在回补空单 没有错 好 方向我们现在还没有 一点点一些定夺 但是个股出现了 什么样的情形 先来看到连电 为什么看连电外资卖 陶信也卖 土洋法人一起卖 今天股价涨 这样子 怎么看连电的后事 我觉得不太乐观 应该是不太乐观 因为它这样子 它是怎么样 它是已经 当然因为除息的关系 因为除息关系 所以它现在看起来 是跌破前面的一个整理区 那很可能就继续往这47.8元 这边好像看起来 要守也不太好守住 可是就会小心 就是说 如果说真的这个成头自成 打折在卖的话 可能对它今年下半年 接下来的业绩来讲 可能还是有负命的影响 在车上的人 在这个位阶 要先换股操作吗 我觉得应该换股 OK好 那鸿海呢 鸿海在今天 外资也持续卖 鸿海在今天 回测年限的价位 往下只剩下一条 半年限的支撑 怎么看鸿海的下一步 其实我看法 稍微悲观一点 不过呢 下礼拜好像有法说会吧 大家去看法说会怎么讲 因为这样 真的是蛮神奇的 它这样一除完息之后 其实每天 几乎每天下跌 除了在礼拜五呢 有稍微是 稍微有个红K 红K其实它不是涨 它是刚好收在平盘而已 所以呢 其实以应该说 纯旧技术面来看的话 是比较悲观 那如果说你就基本面来讲 其实它接下来 下半年就是电子旺季 而且它本身最主要是代工 这个苹果手机 理论上下半年营收会上来 只是说 这边很可能是要看看外资 看外资什么时候卖完 我想这才是一个重点 如果我是长期存股的 又回到了相对的比较低点 长期存股的 现在可以进场吗 我觉得可能等到回到 100元以下 因为毕竟呢 这个长期存股的话 大家可以知道 红海号称不动产 就不太会动 你就等100元以下 再进场比较好 OK今天同样外资在卖的 除了长如海韵之外 还有阳明 等于说货柜今天弱 外资这个打下来了 怎么看除完息之后的货柜三雄 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 因为现在看起来 很可能是忘记不忘 因为呢 主要是中国大货的景气 真的是不太好 而且不是不太好 这是真的刚刚我们看到 应该说看到连高盛 都在调降他们的观骨 观骨的一个观银的一些 这个目标价 所以呢 如果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你看长榮算是比较高档整理 因为他除息后 我记得没错的话 涨两天 对不对 那现在怎样 在整理 可是你看阳明 我们看一下2609的阳明 阳明是已经 已经比这除息参考价还低 除息参考价我们要记错 49.3 对不对 那更不用讲最多是什么 我们看2615的万海 万海已经破底了 他破的破得不得了 除完息之后 是一路往一路往下走 这个我想这个趋势呢 我想短期之内 是比较难改变的 好 所以还在船上的 不妨先把船票给卖了吗 我认为是这个样子 OK好 就是货归三雄 来谈一档 这个礼拜五即将进行除息 今天华航除息表现好 当然因为他除的不多了 所以很快就填了 那这个礼拜五换到了长榮航 长榮航今天是外资买 但是投信卖 怎么看到这个礼拜五的除息行情 其实我还蛮看好长榮航 因为毕竟长榮航是真的是进入旺季了 大家知道现在机票真的是不好买 而且价格变高了 对不对 所以我没有记错的话 第一季EPS0.8 以这样来估计的话 他第三季随随便便要赚到超过一块钱 应该是非常容易 那如果说以第三季赚一块钱的话 老实说我觉得四十二点四元 应该都不贵 应该都不贵 所以我去蛮看好他除息行情 谢谢关青 请先回座了 这是今天外资进出的个股 提供给您做参考 不过提到了外资 外资券商高盛 最近做了一件事情 提出一份报告 对于大陆的金融股 提出了非常高的警讯 他们说中国的关股银行 现在背着好多的地方债 扑写的金额非常的大 一旦如果地方债崩溃了 这些关股银行首当其冲 上个礼拜报告出来之后 中国的官方媒体非常罕见 过去他们从来不曾 针对某一家的外资 提出的报告做出了驳斥 没有想到第一时间 中国官媒出来喊话了 他说这个报告不正确 他们看不懂中国的关股银行 怎么一回事 君老师 我们要紧急上台来 哇 杠上了 高盛看起来明显不演了 那大陆官媒现在也很生气 所以我们不禁怀疑 中国的金融业到底有多差 对 这个上个礼拜 高盛喊卖中国的银行股 当然这个标题是这样写 不过高盛出来说 我没有说喊卖 因为我有看好 我有提出买进的 到底这个报告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 那高盛基本上来讲 他是对12家银行做出评级 其中5家是维持买入或中性 2家是上调到买入 5家是下调至卖出 所以有买有卖 有维持中性的 那理由是什么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高盛的理由 他说在中国的这个银行 因为利润有限的情况下 比如说像地方债会有些问题 所以利润有限的情况之下 他会出现不可能的三角 什么叫不可能的三角 就是银行需要资本 充实自由资本 另外就提拨损失准备 叫做拨备 另外有剩下部分会配发股息 所以我们要求的是股息 这三个就说这个银行的这个三角 就说这个这三种状况 因为利润有限 所以变成是不可能同时兼顾 这个理论上是没有错的 因为我钱有限 那我要不要就充实资本 要不要提拨损失准备 要不然我就是配发股息 所以确实在利润有限的情况下 这三个是不可能完全兼得 其实高盛的理论是没有错 但是他是从这个自由市场 跟这个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 如果你用这个自由市场 或者这个资本市场 来去看中国大陆 是完全不适用 所以你说他对也对 你说他错确实也错 因为他确实看不懂中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以他这份报告来看 他当然强调说 我没有说全部都卖出 我也有中信的 也有这个买进的 那我们看一下 他卖出的包括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新业银行 华夏银行跟交通银行 理由的部分 大家可以自己做参考 当然有些是跟地方在有关 有些是资本市值率不足 有些是股东权益 报酬率比较低 那中信的话是中国银行 招商银行跟南京银行 那买进的也有建设银行 邮厨银行 宁波银行跟平安银行 可是你这样看的话 你看得出什么什么端倪吗 好像也看不太出来 对不对 好像有买有卖 这个好像在打太極拳 那我们等下来分析一下 不过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中国是不按照资本市场来行事 比如说呢 你说我赚的利润有限 我就可以拼命把他利润做高 对他的财报 基本上你可以相信吗 基本上这个是有党的这个决定 也不是 而且就算我赚的少 我也可以配发更高的股息 他是完全不按照资本市场 这个我们一般的理论来行事 所以这个根本不重要 可不可能都不重要 你觉得我这边不够 我就做给你看 对 没错 那所以目前来看 假如地方政府的 或者说这个地方农资平台 这个城投在出事的话 基本上这个大银行也不可能倒 好 那我要怎么样 到底能够有哪一些面向 可以看出中国的金融业 现在到底现况如何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报告 你可以看出什么端倪 我们勾几个这六家银行是六大国有银行 对 那你看他分配的平均三家是卖出 一家是中信 两家是买进 可是这很明显 如果你看得懂他的这个 等于是说高盛的暗示的话 你就知道他看卖出了 请开示 我们先看三家公司 第一个我们先看工商银行 看他的股价 那我们看的是在港股 我们不要看入股 你看这个报告出来又 蹦跳水 对 那我们看一下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是凭买进哦 蹦跳水 我们看邮厨银行也是凭买进 蹦跳水 为什么市场会用这样的 市场看得出来高盛在讲什么嘛 那我们现在解释一下高盛到底意思是什么 第一个如果说高盛假设的 我还继续想跟中国做生意的话 假设你看话 你就写中信就好 你干嘛写卖出 这是第一个 对 第二个呢 我们看这中间 我们刚刚提到六家国有银行 这六家国有银行 第一大是谁 工商银行占在卖出 那第二大呢 建设银行占买进 第三大呢 这个农业银行又卖出 第四大呢 中国银行放中信 你看第一大第三大都在这边 那交通银行跟油厨银行差不多了 所以很明显嘛 你第一大就先卖出嘛 那就是暗示了 就说他是看空中国的金融股 其实高盛他第一个看空这个中国大陆 第二个 其实很明显他已经不太想赚中国大陆的钱 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说中美的这个脱钩 已经从科技的脱钩 进入金融领域的脱钩了 怎么说 因为高盛都已经明显告诉你 就要卖出了嘛 所以我不仅仅实际这么做 我就摆明跟你讲 而且脱钩不是美国要跟中国脱钩 中国也想跟美国脱钩 为什么 因为今年二月份有个消息 就说中国的这个政府通知国有企业 未来不再适用国际的四大会计事务所 就是我约到就不要再续约了 那你想想看 你假设你的这个财报 没有经过国际的四大会计事务 认证的话 你其他投资人敢买吗 所以其实两方都在脱钩 只是说因为这个跟全球的关系太密切 脱钩的时间会拉得很晚 这可能是目前看到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应该就是金融开始在脱钩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 这个看到一个重要明显的一个讯号 因为现在来谈就是中国到了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 会不会重演日本的消失的三十年 这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当然详细的状况会如何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那这让我想起日本这个泡沫为什么会破灭 因为从1985年美日贸易战 那时候什么贸易战 因为日本赚了大量的这个 等于是贸易的顺差 然后美国就召开这个会议 这个德国马克 这个英国的这个英镑 日本的日元 你们要联合升职 你们不能说这个拼命的赚美国的钱 所以召开一个广场协议 然后过了五年 日本的房地产就破灭了 那2018年美中开始贸易战 过了五年 今年其实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已经卖不动了 而且已经有这个价格 其实大概都是跳水了 只是说因为中国严控房价 你不能挂牌 不能压太多 可能只能降个三%五% 事实上反而不利于复苏 因为我想卖卖不掉 所以这个状况会更严重 那负债就是 没有非金融业的负债占GD的比重 当时日本的高点是两百二到两百三十个percent 中国更高 中国目前大概是三百趴 所以其实他负债的 就是说债务的问题很严重 那资金外流也很严重 因为日元强升之后 其实日本企业转往海外投资 而且像这个杜鞭太太 是不是把很多钱汇出去 因为日本日币不用钱 所以到处投资 所以资金是往外流 那中国也是一样 人民币因为跟美元有利差 所以资金也是外流 人民币重扁 这刚好有点相反 日元是强升 但是都是资金外流 那泡沫破灭以后 会造成一个资本资产负债表示的衰退 这是一个财经专家 这个孤潮明先生提到的 就是说资产负债表示衰退 主要是泡沫破灭之后 资不抵债 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买房子 就这个价格大跌 那我的资产 已经没办法去偿还 我的这个负债了 那会拖很久 就是大家慢慢还债 就是日本之前的状况 好我买房子五百万 结果我现在房子价值还不到一百万 我就算房子卖了 我没有办法去交 对 结果目前是这种状况 那中国大陆目前面临到这个情况 所以也是面临到资不抵债 算是资产负债表示的衰退 是 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通货紧缩 我一直提到中国大陆 基本上有通货紧缩的问题 PPI是连续八个月下跌 然后呢 因为你物价一直下跌 企业投资就减少 消费医院低落 而且政府的宽松货币政策无效 这叫流动性陷阱 这跟日本都完全一样 然后包括社会的现象 比如说生育率下滑 人口老化 然后呢 这个社会很多的什么 菲特族 减居族 中国大陆现在是流行 躺平跟消极的文化 什么叫菲特族 就是反正就是什么都事都不做 或者是待在这个父母家里 反正就是 就是没有希望的一代 所做的事情 那如果这样看的话 其实经济学人分析中国 在今年大概六月份 就上个月嘛 他说会重蹈日本1980年 资产泡沫破裂的一个复测 而且处境会更糟 为什么 因为呢 在中国大陆发展的 这些过程当中 其实他的家庭支出 比重并不高 因为他是强 这个着重在外销 外貌 这个等于是想办法赚外汇 但是家庭支出 占GDP的比重才不到四成 全球平均是55% 所以呢 因为你消费占的比重不高 未来你要经济复苏的力道 会变得很弱 他认为说中国情况会更惨 那这个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他不至于发生什么金融风暴 因为他一定会压住 会掩盖 所以呢 这个对于 假设你表面上看 是看不出什么端倪 和事上经济会非常的糟糕 这个大概跑不掉 而且你目前的一个泡沫情况 来看的话 其实地表上最大的泡沫 就是中国大陆房地产 现在已经开始酝酿了吗 其实已经慢慢在破灭了 因为泡沫破灭不会说突然就整个破掉 他是慢慢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提到这个全球有三大泡沫 第一个是美国的股市 第二个是日本的债市 第三个是中国的房地产 那其实最大是中国房地产 因为他规模是多少 62兆美元 其实他的一个这个 你看左边这个深蓝色是房地产 那中间浅蓝色的话是固定说 就是债市 那右边的话是股市 其实你看哦 其实各国发展的比较平均 像这是日本 这个是美国 中国是全部集中在房地产 那当你全部集中在房地产 房地产涨没有问题 房地产只要一跌 那每个家庭的财务状况都会出事 所以这个可能是非常长期的问题 那所以呢 而且我们提到中智银行有38兆美元 未就没有偿还的住宅抵押贷款 加上13兆美元陷入困境的开发商 就是这些房地产公司 那这可能后面影响的这个范围 都会非常非常广 而且影响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 说到了影响 我们先问短期的 不管他会不会进入所谓的 虚拟的30年 或者是说接下来房地产 会不会有所谓泡沫破灭的问题 我先问最短期的影响 如果金融业出事了 台湾会不会扫到台风尾 最近就是扫到台风尾 但是我觉得应该中国 都一定会想办法这个稳定 不会让这个房地产的这个 就是说这些银行股继续跌 所以可能跌到这个上礼拜下跌之后 可能最近开始在酝酿反弹 所以可以注意一下 那这时候我们就回头 分析一下台北股市结构 因为这一次台北股市会下跌 750点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传产跟金融在跌 电子股倒也有跌 但是跌的不多 我们比较一下这四大类股 第一个是台股 那绿色这条线是月线 那蓝色这条线是季线 下面是电子 这个一样 它的均线一样 金融是长这个样子 那飞金电就传产 你可以发现大盘还没有碰到季线 对不对 对 可是金融已经跌到季线之下了 对 传产跌到季线 甚至跌到半年线 为什么 因为金融类股会受到中国大陆 或者香港金融股的影响 因为大家会有联想 金融股有时候大概就一起联动 比如说呢 欧债风暴的时候欧洲金融股跌 我们也跟着跌 因为这个有点是会有想象 可是就我们刚前面提到的 这可能对台北股市来看的话 或许你想存股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分批来存 因为台湾的金融股不至于说出那么大的事情 所以反而是存股住进场的好时机 对 但是你要立刻马上涨 我觉得不太容易了 就变成你是存股的机会 那这只是解释 为什么台湾 台湾的这个 就我们的金融股特别的弱 因为连结到大陆的金融体系 那如果说用这个中国经济好或坏的话 就看传产 因为传产很多原物料等等 像这个波罗地海指数 或者钢铁水泥等等 你看他跌破季限跌到半年 为什么中国大陆经济的状况 所以实体经济看传产 那另外金融股的部分 就跟中国大陆 像香港最近的这个金融股跌 也会有些关系 那相对强势是谁 就电子股 是 你的电子股呢 其实破前低破的不多 相对上来讲是比较强 是 所以资金呢 有点是从金融传产 往这个电子股来做避险 好 所以再度高乐珠下半年的行情 如果如同我们第一段节目所说的 AI还是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金融 金融或许跌破了季限 但是是存股足进场的好时间 但是这个传产足取反映的是 中国大陆的景气 在接下来 大家还是提高警觉 那会有哪一些 在接下来下半年 大家 您认为可能都短时间之内 不会有起色 钢铁 我觉得空间都不大 原物料 不大 而且钢铁有关的话 像这个散状航运 可能空间也都不大 食品 食品可能比较独立 因为食品比较偏向内需 所以它可能就是一个 区间的震荡 比较偏向这个存股的个股 但是跟中国大陆景气 可能关系度就没那么高 所以你现在注意 如果跟中国大陆景气 关系度高的 可能这段时间都需要留意 一下 它的压力会比较重 因为中国大陆经济确实是不好 那资金的 可能就往电子股 来做这个移动 尤其有AI的一个带动 可能包括这礼拜的 到下礼拜的双王法说 或许有些利多题材 还有呢 七月底 美国超级财报 开始由科技股登场 这个都有利于电子股比较强 所以看到这一次 大概结合 比如说我们刚提到各种题材 还有包括中国大陆经济状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结构为什么长这个样子 我问一个电动车 电动车 你说中国大陆电动车吗 对我们的影响 其实他们的这个电动车毛利率低 对 他量很大没有错 但是毛利率低 现在呢 也面临到杀价竞争 所以事实上呢 你要跨到中国大陆的 这个电动车供应链 其实压力很大 这还是需要留意 我觉得特斯拉还是指标 所以呢 你要操作 其实宁可找特斯拉供应链 或许他的业绩成长力道会比较好 了解了 谢谢居民老师 请先回座了 接下来几场重头戏 先来看到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 有两场非常重要的法说会 这个礼拜是大力光 下个礼拜是台积电了 今天什么日子呢 台积电创办人张周某 92岁大寿的日子 几个礼物送给他 包括了营收 法说有没有好消息呢 休息一下 坤人告诉你 ﷻ 桑 第二夜 才是 嚼切 служ得 快 斑 瓶 是 添